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品有更多的能力 才足以应付这竞争的压力 作品借由观众使用听诊器互动的过程 来诊断创作者内心被电脑 网际网路等侵蚀所造成的影响 并产生焦虑 急躁的一种表现 作品以创作者的人像FRP模型为互动实体 并左右个头影创作者的3D数位人像 正面及背面的动画 观众使用听诊器为互动的机制 扮演有如医生一样 渐渐创作者的内心感受 FRP模型上分许多互动感测的不同区块 并写上象征算命面相解说的中国文字 以及科学上对人体部位的区域说明 象征人的迷信与理性 听诊器碰触地方会出现肌肉的变化 及IC版的侵蚀 有如刺青般的将IC版烙印在脸上 整场两侧呈现的投影为创作者的3D数位人像动画 在中间会有一个创作者FRP模型的人像为互动实体 并且放置听诊器为互动控制机制 模型画上许多的区块 并写上象征面相及科学区分位置的中国文字 当观众拿起听诊器便开始诊断此创作者 碰触FRP模型互动实体的地方 触碰到的区域则会有不同的肌肉变化 且会出现被IC版侵蚀 当互动一面时 未互动的另一面的动画也会有所变化 此作品使用MAX MSP软体 且以3块Arduino连接近310个磁黄开关感测器 每一个互动区域平均10个磁黄开关进行正列的方式 装置到模型所指定的区域 再使用已装上6个强力磁铁的听诊器 进行互动控制FRP模型的感应 磁黄开关是由磁黄管为主体 将机械的动作转换为电子讯号制装置 磁黄开关感测器装置 第一步 磁黄绕席 第二步 卷电线 第三步 装置磁黄并定位 观众拿起听诊器与模型进行互动 开启磁黄开关后 这时投影影像就会产生变化 模型正面或是背面都会有互动效果 倘若已开启磁黄开关 但经过18秒都未有观众使用听诊器进行互动 就会关闭停止所有磁黄开关接收数值 进而回到最初的状况 第一步为土模 雕塑创作者五官的建立 之后再完成细节之刻画并整平模型表面 第二步为翻石膏外模的部分 确定模线后将铝片一一插入土模并且固定 将土模上好隔离剂后 敷上石膏外模 当石膏堆积至一定的厚度 并去除表面尖利的部分 第三步翻至FRP内模 割除多余的FRP 第四步修模 完成合模后修整多余的部分 填补细缝的凹洞处 最后将表面磨平 经由与指导教授和同学的讨论 展场的装置与测试过程 经过了测试 修改 统整 进而完成本作品 当观众亲自参与本作品的互动 便能了解到创作者所要传达的理念 此作品企图传达今日资讯爆炸 省思现代人应有更多的能力 才足以应付这竞争的压力之下 已造成许多人过度的紧张与焦虑 模型画上的区块级文字 代表有的人很迷信 有的人理性 当观众互动作品的时候 就在思索这件事情 测我 我测 的概念